侯友宜推出了他的政策了 他说要让所有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他要让所有的年轻人 买房子就像租房子一样 缴房租就可以得到 房子的所有权了 敢有可怜啊 到底有可怜吗 真的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侯友宜就做总统就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们来听听他的逻辑 这好像跟侯子讲说 我可以让你三个孙子 可以让你四个孙子 那侯子就很高兴 同样的逻辑 我们来听听这位侯大准备当总统的人 他是怎么跟我们年轻人讲说 租房子就可以买到房子 听看看 由政府来跟银行担保你的投机 1500万 所以最高就可以 前额免贷款 为了实现让人民安居乐业竞选口号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召开青年购物友好康政策记者会 包出555方案政策力多 尤其满18岁到40岁 信用没有重大的一个瑕疵 或是没有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予前额的代表 第二个要排骨 那当然最重要要限手过 你受到限制上 我们有个匕首期最高是10年 而且你一生 只能够用一次 也就是说政府角色进场担保银行 金融风险 每年从土地增值税拨款 让5万户民众申请该方案 执政8年就有40万户获利 尽管侯宇一说的铿锵有力 但这场赵绍康口中识破天津记者会 他本人却临时缺席 难道是怕被质疑20多岁就买到多栋公寓 会造成青年的相对剥夺感吗 赵副总统绝对不怕支球对决 他是今天刚好有一个临时重要的行程 布置赵绍康临时缺席记者会引发关注 今年年度自序言出缺也让侯友宜剪刀枪 侯友宜泡口全开 更透过政策牛肉 试图拯救国民党在年轻族群 支持度偏低窘境 不过政策能否真的实习 民众买不买单更是关注条件 那真的叫你好康 好康派来的叫你好康吗 购物免投款 那不行 侯友宜说这个好康贷 可以最高1500万的钱 一下子接到1000万 大概就基本上就是头期款了 利息会补贴0.5% 五年之后减半 这个补贴0.125% 买了之后10年内都不可以转卖 那么侯友宜告诉大家说 买得起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现场的学者直接讲了 如果你申请全额贷款的话 他让你免投期款 不是说不用缴投期款 不是这样 是放着以后还 所以呢你前五年一个月要付1.9万 轻松 这个还行 五年期限过变成满贷嘛 一个月本息要付到五万块 哎 創下你平平点头怎么回事 基本上 你对这个政策很有感吗 当然有感 我是觉得说 其实年轻人在乎的是什么 文大的学生就问说 那我租了五年 对不对 他是不是 租了五年会变我的房子吗 会变我的房子吗 1.6万一个月租金 对 党价了是不是 5.5平 就党这样 这么小一间 然后这5.5平1.6万 所以文大学生应该先问说 那至少有一百多户的文大学生嘛 因为他分成这样子 对不对 我租个五年之后 是不是就是我有机会 能拥有房子 这第一个 第二个很多人要问的是说 其实那我有没有机会二十几岁 就买两三间房子 对不对 这个也应该要去问的 要解答嘛 第三个是说 如果我有一点点钱 跟国有财产局租了一块地 然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盖一个欧式的房子 在那边休息一下 其实侯友宜讲这个 基本上他们是真的 我们也知道纽约时报有讲一个事情嘛 沮丧的年轻人 是今年选举最大的变数 为什么他们是沮丧嘛 对不对 年轻人就是一辈子的努力 看到哥哥 看到姐姐 看到爸爸妈妈 发现我一辈子 连成家立业 成家这件事情 有个房子 都是一个遥不可及 那所以他们当然是 所以大家有很希望嘛 但是你再过来了 投席款是买房子最大的负担嘛 不是啊 连我们这一代开始 我们其实都承认 爸妈 投席款 是有给我们帮助的 那我们呢 也会给我们的下一代 投席款大概有帮助 但是真正问题是什么 后面一辈子 如果就是遥遥无期 被这个房贷给绑死 如果你一个月当五年之后 你每个月要缴五万 你的生活还剩下什么可供应支出 五年之后 你有沒有办法 你出社会之后 你的薪水 除了少数顶尖的 你有五万块的薪水吗 所以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这个东西只在呼嚨 只在居住的意 而且接下来 大家会看到的就是 当你们国民党这些人 还有的是 你的房子 可以变成是高尔夫球的练习场 这些状况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米辣 这些状况 所以其实他这样 越讲的时候 会让更多年轻人想到的 居住不正义 这个不正义 你这样说 国民党都不能推出房子的政策 因为如果一个人就问 你怎么有办法二十几岁 买到这个房子 你怎么有办法 投期款只有两亿 买到四五十亿的中广 总金额支付金额是十亿 而且中广 基本上是党产和国产 还有争议 但是那些消失的钱 竟然八点多亿的 整个党工的退休金 所以就国民党的整个结构 很难谈居住 正义就对了 没有 因为他不懂 我要讲侯友宜 这个状况 侯友宜可能很久很久 没有买房子 没买房了 我告诉大家 我在社团上很多的年轻人 回馈这个意见 他就讲 你如果要推个政策 不是什么一千五百万给你 然后前五年 是补助你零点五的贷款 不是 你要以租代购 就是我今天前面五年 我来租 两万块 两万块 然后租到后面五年 你突然间 我可以选一个选择 我不要了 卖还给国家 第二个 我如果要 我的能力够 我买下来 你知道这非常痛 因为你一千五百万 把我框住以后 我前面住得很舒服 五年 你补助我 第六年呢 到第三十年呢 每个月要付五万到六万的钱 从第五年到第三十年 然后十年不准卖 我付不下去了 我倒不掉 我全家受不了了 我要卖 不准卖 非搞到十年不可 这么恐怖 你这哪 所以十年不准卖 是很恐怖的诅咒 很可怕 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我选民 他买了新的房子 他觉得利息 前段时间利息不是很低吗 一点多 那个所谓的青年优惠 就买了 买了以后 谁知道现在利息狂涨 他住了两年以后 第三年他把它卖掉 他把它卖掉 说句实话 还小赚一点 还小赚一点 可是如果侯友宜这个政策 你不能卖 你要搞十年 十年不能卖 你要扛十年 这么恐怖 这十年之内 房子就算涨了 不能卖 卖的叫草房 房子跌了 你也不能卖 反正你就给我扛十年 一千五百万的贷款 这可不可怕 很恐怖 所以我跟你讲 你讲的令我毛骨悚然 很可怕 十年喔 我告诉你 年轻人到了社会以后 第五年以后 第六年的负担开始变重 为什么 父母亲的年纪慢慢大了 孩子开始念书了 这时候你挣要钱的时候 开始一个月五到六万的贷款 连本代替还 你要搞死谁啊 我跟你讲 年轻人心想 你要搞死我啊 你这五五贷款是怎样 是虎虎虎吗 所以我说侯友宜 这一群 坐在尖端的国民党高层 你们太久没有买房子了 你去问问年轻人他要什么 他要的不是你这种补助 他要的是实质的 我讲嘛 如果你真的要好 以租代购 等到第五年的时候 我有能力我买下来 没有能力卖还给政府 这才是一个方式 连政策都不会规划 可是这只能是公宅 公宅 就是公宅 所以还是要盖公宅 一般的民间买卖 民间买卖 你不可能市府去帮他收购 可是你这个一千五百万 带给他之后 那个保证人是谁 贷款保证人 如果他自己的 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够 谁当他的保证人 侯友宜吗 还是赵少康 如果你们两个当保证人 也不错啦 他们两个可以